這個是之前 柯文哲在日本鬧的笑話 昨天民進黨立委 直接去問這個市跟紅城說 你到底有沒有講那個什麼CPTPP 人家自民黨的參院幹事長說 沒有 我沒講這個 我根本沒講什麼 他是歡迎我們加入CPTPP的 柯文哲就這樣子說謊 這樣子說謊年輕人這麼支持他 館長跟黃國昌也支持他 我就祝福天佑台灣了 那這個林菁姐是這樣子 就是說因為我的戶籍沒有在土城 我拜託所有在土城的朋友 拜託大家集中選票 都不要投給林菁姐 就讓他落選 反正他現在也不是立委 就讓他落選 剛剛亮哥講的都對 但是我都不同意 亮哥講的是政治實務上 是這樣子 沒有錯 但是只要有任何一個 國民黨的小機 做出剛剛亮哥講的行為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 我一定要拜託大家 你都不要投給他 就讓他去輸吧 你不要顧你的母雞 不要你的黨 你只想要你自己當選 那我就讓你落選 怎麼會有這種人 那你憑什麼當黨員 你想左右逢源 林菁姐你上次為什麼落選了 錢子你剛剛沒講到 就是因為郭台銘跟柯文哲 去挺李嘉靖的兒子 沒有錯 李嘉靖兒子的票 加上林菁姐的票 是贏過民進黨的 所以他怕又提一個來 那你如果好了 你也報仇 你也好了 怎麼還再提一個 亮哥你不要跟我講 他真的就是這樣想 你又說他現在去巴結郭台銘 拜託郭台銘 這次不要提 不要提銘 拜託民眾黨不要提銘 所以是我誤會了林菁姐就對了 沒有 你也沒有誤會 沒有 這個我剛剛講的話 我才不收回 請大家不要投給林菁姐 因為錢子我今天遇到毛哥 毛哥是國民黨的戰將 另外一個戰將 詹江春 現在竟然跑去大陸玩 還開直播莫名其妙 真的喔 我請問大家 今天國民黨是什麼 國民黨是劣幣驅逐良幣 像這種戰將沒去選 現在坐在這裡做評論員 詹江春他也沒有被提名 沒有啦 柯文哥 我只是一個不懂事的嚇人 我是被開除黨籍的 我跟妳報告一下 對 他是用五黨極選的 沒有 所以錢子我講下去說 這個你剛剛講說趙少康 趙先生說要救侯友宜的民調 我請問趙先生 我也請問觀眾朋友 侯友宜的民調是出問題嗎 是民調出問題嗎 還是國民黨出問題 就像剛剛錢子講的 他五月的時候他民調是第一名 為什麼才過兩個月 他現在變第三名 為什麼仍仍喊打 為什麼 所以我認為趙先生講的說 不是民調 不是要去救民調 而是你要回到剛剛第一段 郭正亮講的 就是你要當總統的必備的要件 經過兩個多月 你可以證明侯友宜是沒有的 他是缺乏的 他有沒有辦法趕快惡捕 趕快吃大力丸 趕快立刻突飛猛進 目前看起來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是母雞跟小雞 因為是你推出來的菜不對 你的改革也不到位 你的反黑雞 你的me too 樣樣都不到位 你整個國民黨的制度就往下 母雞跟小雞會跟著落選 我要提醒國民黨的小雞 你不要看侯儀 母雞很弱 我要去投靠誰 我跟你講你會跟著落選 所以我認為 徐曉星跟王文輝可能都選不上 如果照這個態勢再走下去 國民黨分風離析的話 國民黨在台北可能當選就是 賴世保跟羅志強 另外六席通通都國民黨的 你等著看好了 六席都是民進黨的 現在台北市只有八席 現在是4比4 對 巧昕那一區 菲隆太子贏6千票 王宏威補選才贏5千票 你覺得很穩嗎 一點都不穩 所以我要提醒國民黨的小雞 不要那麼自私 你終究是國民黨提名的 侯優儀也是國民黨提名的 你們比較有可能的結果 先是我的結論 要嘛你們就是一起當選 要嘛你們就是一起 落選 這是妳講的 你看那挖坑給我跳 錢子已經求饒了 但是我是不會放過你們 那完全不知道的來源 我們要怎麼評論 這是一個什麼媒體 我從來沒聽過 恕我眼拙 我沒有聽過什麼叫風燦傳媒 這個記者我也不認識 但是我認識一個黨政記者 二十幾年 他叫黃偉翰 我當然相信黃偉翰講的 我怎麼會去聽那種 倒聽途說的 是不是傅昆琦為了躲他的密兔 然後故意去講那個什麼 韓國瑜怎樣什麼的 這個我不曉得 但是我認為國民黨 不處理傅昆琦 國民黨就整個全黨一起輸好了 包括王鴻威 包括徐曉昕 你們通通落選好了 那為什麼不處理 就是你們當初講民進黨的 me too講的義正直言的 怎麼樣怎麼樣 自己你們自己的me too 國民黨的me too處理什麼 我這個補充剛剛偉翰講 那個金小刀其實沒有什麼好談的 堅持他能夠做的事情就是下台 他已經把整個焦點都模糊掉 沒有人這樣操盤了 我也不曉得金小刀他覺得 我要來幫侯怡這個處理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好 他跟馬英雄的關係你很在乎嗎 為什麼老是有一些三姑六婆在講 什麼他們都不見面什麼什麼 基金會搬家什麼你們講這幹什麼 我沒有興趣 我怎麼會去管馬英雄跟金小刀的關係 我當然相信黃鴻翰講的 他根本兩個都很熟 黃鴻翰就講沒有那麼嚴重 那就不要再吵了 不要逼我點名罵人 我跟你講 你們很奇怪 有大學教授 有資深媒體人 你們沒有別的事情做嗎 我跟你講什麼東西比較值得關心 你看這個羅志強 今天要好好的罵罵他 他在友台講什麼 希望國民黨重返執政也沒有三成 他上個禮拜在友台講的 講得還很帶勁 然後他說你問政黨輪替多少 六成以上 政黨輪替是六成以上 羅志強說這是數學問題 數學問題 羅志強這是數學問題 這為什麼是數學問題 你是國民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希望國民黨政黨輪替的只有三成 希望整個民進黨下台的是六成 那就是你國民黨的問題 你國民黨在檢討 為什麼有六成的人希望下架民進黨 可是希望有你們國民黨來完成的 只有三成 為什麼 憑什麼 我不接受 如果今天是柯文哲造成的民進黨 政黨輪替 民進黨下台 我不會高興 如果是郭台銘我也不會高興 在我心裡面只有國民黨有資格 而且是國民黨自己一個黨 就讓民進黨下台 就讓民進黨下架的 他是one and the only one 沒得談 沒得妥協 只有國民黨有資格這麼說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是一個大黨 國民黨才有執政的經驗跟可能 柯文哲跟郭台銘都沒這個條件 當然是國民黨自己完成 那如果說照羅志強講的數學問題 目前有三成跟六成的落差 那我請問大家是明天投票嗎 如果是明天投票我就放棄了 問題不是明天投票 那你為什麼放棄治療呢 你為什麼不趕快把那三成補過來 你為什麼不說服大家 柯文哲沒辦法執政 郭台銘也沒辦法執政 只有我國民黨是個團隊 我是一個團隊 只有我有辦法執政 只有我有資格政黨輪替 另外兩個都沒辦法 你怎麼連這個說服 羅志強你跟我講一個數學問題 我不接受 這不是數學問題 是原則問題 你一個這麼大的在野黨說 我這個三成 我對羅志強我非常的 強哥 不是這樣子 你是戰將 你最近的戰力薄弱被許小新取代了 兩年前我們的藍軍的空戰 總司令是羅志強 他從去年之後就怎樣 沒有 這個解讀很簡單 因為蔡振元是連戰的人 蔡振元 以前在連戰在當黨主席的時候 蔡振元是文傳會的主委 文工會的主任 所以他去推崇連勝文 我是不會意外 倒是沈大佬對韓市長的這個是 有點苛求 觀眾朋友我很抱歉 我自己做廣播 開直播 來上電視通告 我還真的不知道 到底韓國瑜有沒有講這個悲案 我都搞不清楚了 韓國瑜怎麼會搞得清楚 你要韓國瑜在第一時間去否認 韓辦要否認 韓國瑜不是每天都要把 所有的電視台 政論節目 報紙 網路都要看 然後講什麼跟我有關的 我馬上就出來澄清 那他在幹嘛呢 對不對 所以沈大佬 我們應該去追究的是說 誰在放話 把放話的人揪出來 我們應該是逼那個風燦傳媒說 誰跟你講的 然後翟軒我們媒體要一個 政論裡面說以後沒有消息來源 我們都不要討論 讓放話的人不能得逞 你今天說這個話是王宏偉講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來 剛好今天王宏偉來跟他算個帳 他說這個呼籲黨中央 請王金平出面協調 這個卸點一段 那誰講的 藍尾誰講的 王宏偉講的 你看王宏偉這種人 其實我是要稱讚他 就我講的 我就說我王宏偉認為 應該請王金平出面協調 這個就有憑有據 這個我們討論就有意義 對不對 那你去討論說 韓國瑜講了一個備案 他要講什麼備案 眉頭眉尾的 我覺得這個討論我就比較 我就覺得比較不好 另外一個趙先提到說 侯偉要趕快把民調 拉回來低名 這個我是反對 我覺得現在我對侯偉的這個 因為包括他今天早上 在日本的這個聯訪 講的內容也非常的差 就是說 就算侯偉現在民調低名 我也不支持他 他不是民調高低的問題 而是他非常不適合選總統 我是比較建議趙先去面對這個問題 而不是趕快把他民調拉起來 他民調拉起來 他有辦法做好這個總統的工作嗎 這個我就不談 我最後談一下這個 剛剛提到潘孟安 潘孟安跟國民黨的議長 周點論很好 這個我就很納悶了 就是民進黨的縣長 跟國民黨的議長會很好 這個就是藍綠和解的最好示範 這個問誰 問蘇清泉跟柯知恩就很清楚了 那我要請問 這樣的狀況合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棒 所以宅宣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剛剛提到這個退黨的部分 觀眾朋友 我的夢想是這樣的 我的幻想是說 藉由郭台銘的分裂 然後間接的讓國民黨做 被動的改革 什麼意思 就是這些牛鬼蛇臣 這些地方的派系跟議長 我拜託你們 請你們跟隨著郭台銘 你們就照剛剛宅宣講的破窗理論 你們通通去投靠郭台銘 好不好 拜託你們千萬不要眷戀 留在國民黨 你們趕快離開 趕快跟著郭台銘去選總統 然後請你們都不要再回到 國民黨來了 那郭台銘要自己成立一個黨 或是郭台銘當選總統 我都祝福你們 我就希望國民黨能夠 間接的促成這樣的狀況 這些人國民黨偉大不掉 馬英九當總統 金小刀當秘書長 都拿他們沒辦法 朱立倫當黨主席 然後侯以下選總統 也都被他們所困 他們就是要挾你 你要讓我女兒當部分區 不然我就不挺你 還有這樣子的嗎 我要告訴這些牛鬼蛇神 如果你們安排你們的女兒 當部分區 我就發動我的輝文軍 都不要投政黨票 都不要投國民黨 還有這樣子的 你們這樣是流氓 我的女兒要安插到部分區 那高嘉瑜是笨蛋嗎 王宏偉是笨蛋嗎 他們都傻傻的去選 我的女兒 為什麼你的女兒可以當部分區 憑什麼 我沒有好爸爸 是啊 你爸爸不是議長 我爸爸很好 但不是 不是政治的目的 應該不是這樣講 所以你自己說 你沒有辦法 爸爸很好 八月份了 但不是做政治的 不是做政治 對 我們靠自己 北北基還有宜蘭 是停辦停課 所有的觀眾朋友 自己判斷 譬如說我們就講台北市 台北市今天放假放得對嗎 住在台北市的朋友 你覺得放得對不對 摸著自己良心講話 不要在那邊瞎掰什麼 放颱風架 你覺得放得對不對 剛剛看新聞台有做說 KTV大爆 你覺得對不對就好了 你自己覺得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不要跟民粹低頭 真的是 我看到這個 每次都在討論颱風架 實在是很糟糕 這個是台北市長講萬安 羅昂澤這待會換你講好了 我先講一下 我講完讓你來平衡一下好了 這個宣布停班停課 然後就有這種無知的網友說 這是地表最帥的市長 可見是無知的 然後今天記者問說 講萬安說 講萬跟張先生誰比較帥 講萬安的回答是都很帥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費鴻泰 羅望哲跟陳輝文都很帥 我是一點都不帥 他們兩個比較帥 然後就剛剛宅宣講的 宣布停班 昨天晚上KTV就爆滿了 定位就爆滿了 不能上班上課 但是可以去唱KTV 這是什麼世界 我請問大家 這個是很好笑 剛剛講到張三正 你是我剛剛抓的 你看才多少人 觀眾朋友 按這個的 按這個表情符號的3萬2 留言的2萬4 但這個留言是可以重複留言 它是不會鎖你的IP 你可以重複留言 我就算你2萬4好了 全國只有2萬4千人 就沒有 所以可見這種無知的人 是少數的 我跑去罵張三正什麼等等 你罵他幹嘛 他哪裡錯了 剛剛宅宣布 我們有個問題沒討論 明天要不要放 明天要不要放假 現在很多人家 明天再放一天 好棒 今天氣象局已經被問了 明天再放一天 連放兩天 你賺到的什麼 我們費洪泰委員是財經的專家 你一天不上班 全國的GDP 總體經濟損失多少 幾百億 幾千億 老百姓無所謂 我一個月才 我領3 4萬 我賺到一天價 我小確信 你的公司呢 你的公司 你的老闆損失多少 你不管 你沒有在管這種事情的 對不對 我就KDP搶到位置了 好高興 今天打一天的電動 追一天的去 好高興 你在高興什麼 我請問你 日本南韓大陸 為什麼不用放颱風假 日本南韓大陸的人比較賤 他們的命比較賤 他們颱風一樣要去上班 我們不行 所以我剛剛就問 你說台北市今天放的對不對 剛剛費委員講說新北市 對 因為新北市服務員太大 新北市有山區 有海邊什麼的 你應該是要因地制宜 又不是每個新北市都住在海邊 每個都住在海邊 大家都放假好了 不是 所以放錯了怎麼辦 翟軒我自己挖洞 我覺得台北市是今天放錯了 準備換你的 那蔣萬安怎麼 蔣萬安帥在哪裡 當好人誰 觀眾朋友你選我當台北市長 只要有颱風我就放假 而且我一次放三天 拜託大家投給我 好不好 你趕快急急 我只要海上警報我就放三天 這樣子怎麼會 國家哪裡會有競爭力 我們國家很快就倒了 柯文哲這種就地寒假的態度 非常不以為然 徐曉星的選區是 費洪泰的現在這個選區 費委員經營很久當很近 就是說如果柯文哲派一個人 譬如說派楊寶貞好了 選議員沒選上楊寶貞去選 楊寶貞 徐曉星跟民進黨的 許舒華 撒喀都 這樣子誰一定當選 誰一定落選 其實是不知道的 還是要尊重選民的選票 羅志強那一區 大安區 他現在對手是喵伯雅 我不曉得民眾黨那邊有誰 你就隨便派一個人去 然後羅志強就一定輸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 如果柯文哲要保送民進黨 故意要讓國民黨的 立委候選人落選 那你就派 國民黨不需要你同情 你就派 對不對 看你民眾黨 有什麼蝦冰蟹這樣通通派出來 反正我們又要選 你就害死徐曉星 害死羅志強 也不敢我的事 你就派 但是不要用這種要挾 他們是好朋友 我想請問徐曉星跟羅志強 為什麼柯文哲是你的好朋友 柯文哲他之前是台北市長 你們是台北市議員 為什麼是好朋友 你們的責任不是 台北市議員的責任 不就是應該監督台北市長 你們監督的台北市長什麼 我是比較不清楚 我來跟大家解釋 剛剛講說這個拍馬皮 因為我跟各位講 聯合報的苦衷是什麼 因為聯合報 這個金小刀是會為新聞的 金小刀操作新聞的手法 沒什麼改變 我為新聞給你 你就得寫新聞拍侯友宜的馬屁 這個就是食物鏈 你看侯友宜訪日72小時 見36個國會議員 這有什麼好拿來講的 我待會拿數字給你看 就很好笑 然後說哎呀 不有趣的喉 在日本加分 你是日本人嗎 你怎麼知道他在日本加分 那加什麼分 這種都是拍馬屁的這種文宣 日本它是兩院 是日本的參議院有248個議員 參議院就相當於上院 他們的眾議院有465個人 所以加起來有713個人 就是參眾兩院加起來700多人 你72個小時見了36個人 這有什麼好得捨的 這有什麼好拿出來講的 你有什麼毛病 你怎麼可以講說 你見了下一屆首相的熱門人選 你見了那一個 如果我是另外一個國會議員 我想要選首相怎麼辦 我想當首相怎麼辦 你沒有見到我 你怎麼講這麼失分的話 所以我很難想像 我覺得這個是不應該 國民黨演得太過分的 這種在機場這種熱烈的歡迎的 這個太假了 現場都是標語 都是國民黨的這些立委的 候選人去造勢 這個不代表行情 這個就是 我請問大家 柯文哲前一陣子也從日本回來 柯文哲是五六月的時候去日本 回來的時候有這樣子接機嗎 賴清德即將要到友邦去訪問 賴清德回來會這樣接機嗎 為什麼民進黨跟民眾黨 都不需要這種噱頭 國民黨像昨天這樣子 動員這些人去 那到底又是為什麼 我剛才跟旺澤在討論說 為什麼有人站C位 你沒有要選的人就站旁邊 我覺得你們很像沒有要選人 你擠在後遺旁邊幹嘛 你是無聊嗎 你沒上過電視 你沒有要選人 你本來就應該把位置張出來 現場有其他的立委候選人 他們需要曝光 你沒有要選人 你本來就應該閃邊站 我不跟你看 人是滿意的 那儿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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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見得